大家好,欢迎收看东莫视频,我是Yammy 香港市民等了接近三年,还要等到与内地恢复通关 原本以为不水南调可期,只可惜事与愿违 内地客未见踊跃来港之余,反而一波风过去旁边澳门 鬼咩,澳门容许旅客自由进出 香港还要验核酸,出家又要戴口罩 有人认为旅行无非就是从自己厌怨的地方 跑到别人厌怨的地方 内地同胞就是受够几年来的严密风控 只想去外面脱下口罩,呼吸一下新鲜自由的空气 假装换过那个地方戴口罩到日 是人都不会这么笨,贴钱买难受了 游身兼行会成员的立法会议员建议 如果本港新确诊数字下降至每日一、二千宗水平 代表疫情持续稳定 农历新年假后,港府可以和内地当局检视 是否可以实现全面通关 也有议员促请港府以快测代替核酸检测 并取消通关配额制 大家有眼见的,核酸检测不单止港客 也为不想和嫁人团聚的市民平添不少烦恼 这个农历店出现回乡人龙的不是关头 而是各区检测站 更有甚者,现在内地很多地方已经取消检测站 剩下的限制多多,令港人求嫌客 南下十分厚恨 不少医学界人士也指出 新冠病毒已经进入后大流行阶段 欧洲不少地方就在一年前解除口罩令 唯独香港死了不放,现在才开始复常 侧疑当局是基于非医学原因 没有掌握到本港复常的应有节奏 既然是非医学原因,港府推出的防疫措施 难免致上矛盾,逻辑难以致黑 最简单一件事,既然已经将新冠视为普通上呼吸度感染 那为什么依然继续要求医护和学生每日做检测 又建议确诊院舍员工不要上班 那即是新冠还是不是红水慢手 那不是非医学原因,又是什么原因呢? 会不会又是面子原因呢? 叫他KO安心出行和疫苗通行证都主打借口 又说,将其他疫情会有用 顺势而为都可以有心理关口 厌薄酸和口罩令,作为某些高官的最后防线 自然是严防死守 还有啊,之前港府复偿,窩痕归暴 很多人都賴阿耶,挖全国一盘棋 香港无可能另搞一套 现在内地松绑速度还快过和解号高铁 反而是香港要求从内地入境人士出示核酸检测证明 暗示内地病毒患留 香港必须守住外防输入的红线 做法和美国和某些西方国家如出一次 又是什么玩法呢? 当然啦,世界好玩好客的地方多的是 对于内地以至全球各地旅客来说,大把选择 而入境便利只是必要条件 远非充分条件 香港治安不静,十足甚各咸城一样 就昨天凌晨而已 那么,一名商人在大角咀被几名男子持刀飞斩 并抢走两万港元现金 而被业商人,据说亦有合谤背景 还有就是平州有警员处理噪音投诉 本身一宗鸡毛蒜皮的小事都搞到开窗收场 更不要说南亚邦三日不买两日开大片 香港还比伊地马拉,你去买我那份啦! 不过有一件事值得黄仁恩惠 伯友常常觉得在民主路上和台湾同气连智 其实说到社会危险到,港台的确可以争一日之长短 劉大佑当年唱,就像我看那文明车辆环冲直撞 我不懂大家心中作何感想 四十年过去,文明车辆继续环冲直撞 还要引发国际媒体和多国政府关注 提醒民众由台时,特别注意魯莽的电单车司机 真是不得你不服 好了,今集节目时间差不多 大家是觉得,like,搞错,电视花生 投票告诉我们,多谢收看 东方东网,赞放光芒 东方传媒机构同仁鞠躬 欢迎订阅